就是當你拿到實體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西部的整條動線 給呈現出來了 真的耶 那啦啦練我想這首歌 出了藍嬌唱片的時候 我跟著藍嬌 這樣是白的嘛 然後這樣照上去 你看芳旭中多gay喔 它是從CSI犯罪現場引來的一個靈感嘛 這個就應該算是它進演藝圈的名片嘛 因為像是長輩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他們比較習慣聽CD 你去KKBOX這樣聽很紅 KKBOX要怎麼用 我給你電視卡你就要自己去登錄一下 登錄太難啦 歡迎收看 娛樂鄉民 我是主持人鄭瑋柏 我是瑪莉 瑪莉 作為一個專業的DJ 廣播節目主持人 我今天在那個專業來賓面前 我不敢這樣子造次 沒關係你比他年輕 是你是那一代的專業 好好好 你家中有沒有一個傳說中的簽名CD牆 我覺得 有一天我們可以做一個各大行業的誤傳 就很多人覺得 廣播人你一定有超多CD對不對 有很多人簽名給你對不對 我家真的沒有CD牆 頂多是一個CD的收納櫃 OK 是櫃而已 對因為有一次搬家之後 我下定決心把所有東西都可以送的 可以轉手的全部把它送出去了 斷舍離 對 令人怦然心動的收納術 因為現在你要什麼專輯 要什麼音樂 其實都很好找了 留著那個CD 就是 所以 究竟實體CD現在它的必要性 跟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而且是跨世代的火花雞蛋 首先呢 我們先邀請 Street Voice音樂頻道的總監 小說歌 歡迎 大家好 我感受到那個跨世代的攻擊性 是資深跟專業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年輕世代的語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語涵 他這個非常年輕應該幫大家強調一下 他今年是19歲 對 對啊 所以19歲的一個新人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語涵 那我最近發行了我的新專輯 叫做林語涵快樂 請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要送給韋伯哥 謝謝 已經簽號名了 對 然後還有那個 謝謝 還有小樹哥 林語涵快樂 對 對 所以說到了這個實體專輯 對 我想先問現在的唱片新人 其實在唱片市場可能不景氣 以及在因應著數位化的 這個快速的變革 你有沒有覺得 哎呀 現在出道好困難啊 跟以前聽說的那些前輩比較起來 遇到好多的辛苦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耶 因為我就是 公司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做好自己現在該做的事情 所以就沒有想太多這些有的沒的這樣子 年輕人是不是一開始都會 乖乖當個傀儡 久了之後 開始有天 你要這麼快就在他人生路途上 點出傀儡這個字嗎 可是唱片公司在AMR的過程當中 對於一個新人往往就是傀儡 宣傳不是在旁邊嗎 宣傳有來嗎 嚇死 哇這你們節目冒冷汗了我 沒有我們好好說話專業討論 是 所以專業擔當我們就要邀請到小樹哥了 是 小樹哥是數位音樂頻道的總監 然後 其實在頻道上面就有很多原創歌曲 對 跟新人想要出頭 但是到底新人歌手這張 他們有必要現在要做一張實體的CD出來嗎 我覺得實體應該現在是看第一這個藝人的方向是什麼 就是他的AMR定位是什麼 以及他想要對他對應到的觀眾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是你把它當成是一個宣傳品 我覺得宣傳品現在可能對一般媒體來說 你收到這一些 而且你一年下來大概可以收到上百張 其實大家也都會有點困擾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設計 然後它就是變成一個行李如一 說你們發新片了 夾了一個新聞稿 搭了一張demo 或者是一張單片這樣過來 大家收久了 不會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大部分我們在用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在節目上用 或者是我們要 比方說我們要推薦給別人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數位檔在轉 所以這件事情的可保留性有一點點低 除非你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特別 就像如果去參加手印禮 雖然你手印禮的時候我會覺得 哇這設計好厲害喔 你可能會稍微多留兩個禮拜吧 對 說到重點了 也不是留一輩子 是多留14天 畢竟我覺得大家現在家裡 一般人的居住空間 你個人分享到的各種空間大概就是 比方說你好 比方說 我不會加有一百瓶啊 對對 我不會加那種是特例 怎麼辦 我覺得一般人大概就是四五瓶了不起 對 一般學生大概就兩瓶吧 兩瓶你要放一百個這樣的東西 它還有衣服 它還有電腦 還有遊戲還有鞋子那些也要加住哪裡 嗯 對不對 所以要稍微考量一下大家的生活困境 那哪一種類型的新人是適合發實體專輯的 他在大唱片公司預算很多嗎 我覺得是新人是說 如果這個新人他在音樂質感上非常非常強調 就是或者說他是一個創作型的 我覺得他會對於創作型的歌手 佔空間這件事情比較容忍 那潮流型的 因為他的溝通的屬性不一樣 所以越快越方便 我覺得對於他的族群來說會是比較容易的 對啊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宇涵從你自己是個歌手 然後你從小也征戰了這麼多的歌唱比賽 這樣真的也算是正統派的 這樣出道 正統派 對 因為現在有很多網路網紅派嘛 因為他說人家不正統 不是 他每天講什麼邪門歪到一些很 沒有沒有 拐瓜裂枣 以上講的都不是我講的 我講的是就是說 畢竟還是這種唱片公司 然後選秀出來的 你現在怎麼去看待 你小時候好像是好多CD 可是到了你的時代的時候 你還是出了CD 你自己覺得 它是一個怎麼樣對你的意義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一個 就是代表我的一個東西 因為上面的形象還有什麼就是 整個就是 屬於就是一個形象的感覺 這個就應該算是 它進演藝圈的名片嘛 是 對 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是誰 我歌唱得怎麼樣 然後我接下來的潛能 可能等等的一個名片 我覺得小樹講到一個重點就是名片 因為在這個時代 它有什麼樣的作品 你還是得要讓人家看到 但是在使用上面來講 你會給你的親朋好友 這樣一個CD嗎 還是說你會請他在數位音樂平台上面 去聽你的歌這樣跟大家分享 其實都會 因為像是長輩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們比較習慣聽CD 沒有啦 給長輩這樣一份比較禮貌 你會說 所以你是長輩 你去KKBOX這樣聽 然後就 KKBOX 要怎麼用 對啊 這樣給你電視卡 你就要自己去登錄一下 登錄太難了 對啊 然後就會把旁邊的那些年輕輩的 都麻煩一點 就說我不會用這個啦 我不會弄這個 對 麻煩 所以這個還是比較禮貌啦 因為我覺得小樹 小樹哥它是一個唱片工業裡面 你是不是很難得可以叫一個來賓歌 你就很開心 灌穿了 他今天完全是故意的 對 一直歌來歌去 灌穿 我是尊稱好不好 灌穿了時間的時候 你從這個 飛碟電台的第一代的員工 然後也歷經了這些傳統的大唱片公司 這些實體 然後到了現在 我們跟Mai是同期的 阿妹嗎 阿妹那時候唱台呼 對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所以你實體的繁華盛世 你也看過 是是是 然後到了現在 我覺得先從一個最實用的不便來講好了 很多人我相信他連要拿CD player 然後要播唱 這個CD牌是不是都是一個問題 現在已經跟很多人 比方說我相信你的同輩 家裡可能已經沒有Player了 真的 他買的電腦 可能新的Apple也沒有光碟機了 就他就算想要買CD 他還要另外去張羅一套播放器 他才能播放 或是發動父母的車 倒車上去收 然後雷射頭還壞掉 對 出事 對 所以說 我覺得他的功能開始在轉移 不是只是以前聽而已 對 但是我也想問宇涵一個問題 是你現在會逛唱片行嗎 大家現在還會逛唱片行嗎 你知道唱片行是什麼嗎 我知道唱片行 這個問題是有點太超過了是不是 其實我不太會逛唱片行 說實在的 我都會在網路上買CD 對 因為我覺得比較好 你是會買CD的人嗎 人人是 不太 就是如果有特別就是 你特別喜歡的 對 我才會去買 你知道我要 我想講一個觀察 這個 在我們大概前幾年 還有很多很多選秀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選秀節目不都會拍歌手 在幕後練唱嗎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 哪一個人練唱 拿出CD來的 都已經是 手機 手機 那時候 所有的選秀節目都標榜自己 我們要推出新的唱片歌手 但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幕後花束以後 看過一張實體CD 你有公開這樣子 沒有刀過這件事情嗎 我有刀過這件事情啊 不是 我是說 當你希望這些歌手 未來推出的是實體專輯 那你就稍微要在節目裡頭 尊重一下這個載體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數位時代這樣 現在就是勢不可擋了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稍微放下說 他未來就是要發表新音樂的人 你可以把唱片這個字 從你們的說詞裡頭拿掉 但是你當時還都這樣說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稍微尊重這樣 因為每個幕後花束都是打開 所以比方說YouTube大家就開始聽了 就開始練歌 我覺得歌手用YouTube練歌 也有點詭異就是了 為什麼 因為細節少非常多 你是說檔案壓縮跟音質上面 當然啊 所以那像小豬哥 你應該要訪過很多很多的新人歌手 樂團 那普遍他們這些新生代 對於自己擁有一張自己的實體專輯 他們是很 渴望 是覺得很驕傲 像以前那種世代一樣嗎 我覺得 我覺得在我們身上當然有很多尷尬 就是你實體要轉數位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更年輕一點的世代裡頭 雖然他們可能已經不太使用實體 可是出一張實體 仍然是有一個物理上的價值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 真真實實擺在你面前 看起來可以拿去給別人的東西 就它還是有一個不可抹滅的價值 只是 對他們來說 他們現在會開始追求更特別的形式 比方說很多獨立樂團會開始出卡帶 真的卡帶嗎 真的卡帶 或者開始出黑膠 他竟然會覺得我還是想要實體 但實體CD這件事情的代表性意義 變得非常低了 所以那我去追求一些更獨特的實體狀態 比方說就是卡帶跟黑膠 收到黑膠的話還蠻開心 因為現在黑膠再度重新回來 這個卡帶有點困擾吧 對 我第一次收到卡帶的時候 我說 等一下誰家有卡機可以放啊 對啊 他們說沒有現在開始因為這些獨立樂團 特別在國外也是 開始出卡帶了 所以有些卡帶的廠商 就是做卡機的廠商開始復活了 我又可以帶一台Walkman出門嗎 可能還沒有 就是小的那種土土的 或者雙卡的對抗的機器開始復活 或者有人找舊的回來重新翻修 我為我們這個 我們新生代來詢問一下 就是錄音帶你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但你有使用過錄音帶嗎 我記得我有使用過是小時候的時候 聽那個英文的時候 喔 補習班的音樂 教學錄音帶 對 就是放進去然後按下去就會有聲音的那個 對 我記得在小時候出現 那要翻面對不對 對對對 要翻面 A面 B面嘛 那你有經歷過用鉛筆給它轉轉轉的 沒有 那當你拉出來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會攪蛋 然後拿出來就呃 然後就只好用鉛筆把它轉回來 然後就只好用鉛筆把它轉回來 其實哪三個人在留一個很難想像的畫面 白頭 白頭宮女畫當年 可能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A面第一手跟B面第一手的意義嗎 對 英文啦 那時候不習的時候 沒有 A面第一手跟B面第一手 大概就是第一主導跟第二主導的意義 是 在那個年代 因為我們聽了之後 有一些機器還不能夠自動換面 對 所以說A面的第一手跟B面第一手 我們今天是什麼老人聚會 在教一個新人 白頭宮女 他根本不需要學這些名詞 對啊 他想說關我什麼事啊 可是回過頭來 我相信是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以擁有的共同記憶啊 甚至是逛唱片行錄音帶店 你以前逛的體驗是什麼 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每個禮拜都會去買一張錄音帶 就是省吃減用啊 因為那時候錄音帶要100多塊錢 對 從120塊開始買 一路買到165 180 是是是是 我那個時候 我最常逛唱片行的時候 是我 本來就都會逛 那我專科要畢業之前 到當兵的時候 到當兵前 因為大概有三個月左右的空檔 我每天都逛唱片行 那個時候我幾乎逛到 把每一張CD 每一張黑銷擺在哪裡 我都清清楚 然後我說 這張專輯過去一個禮拜 都沒有人動過 店員沒有很困惑你為什麼天天來嗎 沒有我覺得店員也覺得你要逛就逛吧 那我們回到新世代身上 因為我們以前逛唱片 你可以隨機歌手按到歌曲字母什麼的 那在網路上 你要怎麼才能接觸到 你平常不會接觸到的 因為你可能一搜尋就 搜尋張惠美 搜尋周杰倫 你要怎麼點到一些 不會接觸到的嘛 就譬如說好 我現在聽了這一類型的歌 就可能在YouTube上面聽 然後他旁邊就會有推薦的歌單 然後我就會去聽這樣子 或是打一些曲風 就不一定是那個歌手的歌這樣子 你會打曲風喔 對 蠻酷的 對我自己會打曲風 因為常常有 小朋友會說 那你怎麼聽到別的東西 小編推薦 小編歌單 心情推單 大部分都是 比方說如果Cakebots或Spotify 或者是YouTube 他們都是靠運氣 因為演善法會推一點給他們 他們會找到一點別的 但你會主動輸入曲風 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TRNB的 所以我就會特別找那個類型 了解 對 所以他等於是有點反過來 我先去用那個平台 找到蠻喜歡的歌 再回去買我要的那張專輯 而且目的性比較清楚 他知道自己要聽什麼 像我們以前花了很多 只為了封面就買回家 然後發現內容完全不喜歡 還有那一種你只喜歡A面第一首 後面九首都廢掉 對 你在批評唱片工業 沒有 回過頭來就是要問這件事情 就是以唱片公司的立場 跟新人的立場 很多現在是數位發行 數位發行 對 到怎麼樣的時候才評估說 我要發CD 而且那個CP值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 我們今天常常在討論 就是實體跟數位 我覺得中間有一個很尷尬的產品 到前幾年都還有人出 就是把專輯收在USB裡頭 我覺得它是史上最尷尬最無聊 最叫人不知所措的產品 而且沒有什麼文化底蘊的感覺 不是 你要說文化底蘊也是 第二是它非常難收藏 你一下就會弄掉 對 你百分之百會把它弄掉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收藏 而且拿去哪裡買 收藏USB的架子 而且我都會懷疑那個USB裡面有病毒 它為了呈現台灣西部 因為它講的是那種西部的故事 我們在講台語歌的時候 常常是著重在 比方說久後失憶啊失戀啊什麼 然後它在專輯裡頭 你看這個如果是數位時代是在 你無論如何在網路上都看不出這個感覺的 就當你拿到實體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西部的整條動線給呈現出來了 真的耶 那啦啦練我想這首歌出了藍交唱片的時候 這樣是白的嘛 然後這樣照上去 你看方旭中多gay喔 它是從CSI犯罪現場引來的一個靈感嗎 好 它的希望是大家可以隨時 如果還有空的空間 你可以用來裝你自己的東西 大家就會把你的歌洗掉了好嗎 所以這蠻尷尬 唯獨 不得寫入 然後就不會有人用它了 所以這是一種尷尬 沒有就是大家 我覺得大家都在想說 數位轉實體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就放心接受實體 放心接受數位 實體會是一個特別性的產品 就是它會減少到一個程度然後停下來 它應該不會完全消失 但因為它對於 對音樂的消費者來說有不可磨滅的意義 它可以有這種 比方說他們現在就算是完全實體化的人 看到一個 完全數位化的人 就算看到一個實體產品 還是會有 欸這個做得很好 對這個做得很好 因為歌迷情感 因為封面 因為各種周邊的 它還是會願意買啊 那像小樹哥 你跟金曲獎這麼有淵源 現在金曲獎的報名規定 因為我不清楚 是也要一定要發實體專輯嗎 還是其實 現在數位可以去報了 以前金曲獎的評審很可怕 就是他會收到 我記得我收到 就是大概四五大箱 箱嗎 可以堆滿整個桌子 因為金曲獎 從以前大概四五百張到去年八百多張 八百多張如果都是CD寄到你家 我覺得你家不夠大 還真沒地方放 而且如果是弄了一半 然後我分類又分錯了 我要從頭開始 然後你要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 打開CD這個儀式 我們本來都覺得 聽實體是一個儀式 你就覺得打開CD是你 好像很高級 很認真的聽音樂 但是當你有八百多張要打開的時候 你就想要殺人了 但他們現在已經進化了對不對 是線上的 現在是完全是線上平台了 對 在線上平台有另外一個困擾 因為你要點分數 每一張專輯 假如是十首歌 十首歌可以報各種獎項 就是大概有八個獎項可以報 從詞曲編曲製作人等等 八個獎項 一張專輯就有八十個click要點 八百張專輯有多少click要點 所以其實我們才在想 金曲獎評審真的有把歌全部都聽完嗎 原則上是要全部聽完 原則上 但在他聽完之前 他應該已經關鍵眼或幹嘛 對啊 就來不及了 沒錯 是啊 所以說其實你看 到底需不需要實體CD這件事情 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包含了連蔡依林 她在發新專輯的 都會在網路上面說 到底發實體CD的用意何在 可是她還是發了很大核 就是有點吊詭 因為她是蔡依林 她發問要不要做實體專輯 當然要啊 對 就是這不是故意的 可是一個新人 如果她跳出來 就說我要發實體專輯嗎 她可能就不會受到那樣的共鳴 所以宇涵 在妳出道跟發這張專輯的過程當中 妳有沒有跟唱片公司認真的討論過 究竟是只要數位就好 還是要有實體的CD 有 那時候其實有在討論說 到底是要數位還是實體 但最後面還是決定要發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 總是要有一個東西 給簽名有個互動這樣子 給歌名有個互動這樣子 不然去簽唱會的時候拿著 因為她是新人的東西 就是女生 一定有很多人想去見面 那總不能就是 我打開我的iTunes KBOX Spotify 然後說你看我幫我簽名 簽名 對 沒辦法 一定還是要簽在這個上面 才有一個感覺 對 那我們今天是說實體數位 實體數位 還是要問小樹哥 到底收藏實體專輯的好處是什麼 我覺得倒不是收藏實體專輯的好處 我覺得當大家聽音樂 我們以前不管是從遠古時代聽黑膠 雖然現在復興了 然後從卡帶 從CD 它有一個儀式感 就是當你面對這張專輯的時候 因為你要聽它 你必須要打開 然後放進Player裡頭 它有一個 慎重其事 它有一個過程感 就好像你去看電影 你得先買了票 然後坐進電影院 坐下來要等待 我們稱之為儀式化的 對 它有一個系列的儀式化 你會對你所即將要聽到 或看到的東西 有一點點敬意 但因為現在大家都在串流上 其實我們也都是 因為你考試 比方說我的資訊大概一萬多張 我現在臨時想到某一張專輯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裡 我可能已經收在某個櫃子 或是架子某個角落 但我現在很急 我就直接上網 比方說Spotify打開 所以那個東西收藏對我們來的意義 其實是一個 我曾經擁有這些事情 我在當時聽他們的時候 都是我們這個儀式在進行 但是因為它完全敵不過 現代的便利性 所以你說它擺在那裡 擺在那裡 有時候我們也真的會想說 好啦 哪一天如果 它需要循環的時候 它需要流通 循環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把它分贈給更有緣的人 讓這些物資 就是不會就囤在我們的角落裡頭生灰 它有機會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流動 那小樹哥你在面臨你家 那一整堆CD的時候 你流通的那個排名順序是什麼 就是我現在看著它 我知道我未來的五年之內 都應該不會再聽到它了 我就會把它釋放出去 我之前有整理的一些 比方說朋友那時候要開工作 是要開咖啡館 我就說那你可能需要一點音樂或幹嘛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流通了這樣 或者是裝飾品之類的 之類的 或者是有人把它拿來 比方說有人不是把那種CD片 當成是一種串珠有沒有 它就串成一片一片的 超美麗的 或者是黏在機車後面當反光板 現在還有人這樣子嗎 有耶 我真的有看到就是黏在機車後面 或者是拿來當杯墊啊 各式各樣的 就是它的 變成功能性 對 僅存的是一點 剩餘價值把它揮發掉 會不會我們有一天就是停在路邊 看那個機車反光板 它上面可能是蔡依林跟陳奕迅 這樣有點殘忍啦 要這樣展現一下它的音樂喜好 但今天說了很多關於實體專輯 其他還是有很多 值得我們來探索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請 不只是我 還有微博哥 還有余涵 還有小樹哥 對啊 都帶來了一些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要請 最資深的開始介紹嗎 來 小樹 請把你的收藏分享一下 既然這樣要講到資深 這是一個 你要把兇器拿起來 對 我今天帶了一些其實都不是太舊的 就是在這個年代 在這個數位時代裡頭 還是有人非常有執念的 要一直叫出實體 比方說像這個實體已經超過實體的定義了 它基本上是兇器 對 兇器看起來好重喔 它就是一塊 它就是一塊 我也不知道是大理石還是華鋼年之類的東西 所以它不是殼做成大理石花紋 很成 你可以拿一下 有重耶 天哪 就是今天如果誰發怒了 然後就 我們不要再講他壞話 是你 你試想這個狀況就是 今天有人受了重傷 他說兇器是什麼 唱片 然後就 怎麼可能 對 然後這個就是他 這是什麼的專輯啊 這是小美的電影原生袋 電影原生袋 我也不知道盧綠明當時發了什麼瘋 就是質疑 因為他的上一張天黑請閉眼的時候 也是花了重金 然後他做了一個可以開合的 像黑色的眼鏡一樣 然後這一次他就變本加厲 我覺得他因為想要製造大家的困擾 或者說當你收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隨便把它丟掉 因為這個丟掉很麻煩 如果像垃圾的車椅 可能也不太願意收這種東西 帶著很容易就破了 對 還是小美這部電影很沉重 所以這可能是他有的設計感 就讓你拿到的時候覺得 可能是這種呼應 但是我覺得設計者的想法更成長 沒有 我覺得設計師應該就是想說 你既然要找我做 我就花光你們的錢 預算全部用到底 對啊 這個東西要多少錢我也不知道 反正應該滿貴的 是 可能紙筆紙質啊 是是是 相對的貴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近剛剛發行專輯的廖志賢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他的人不是那麼多 但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台語歌手 他的台語歌跟一般我們所謂市面上那種 傳統台語歌路線非常不一樣 那他為了要呈現台灣西部 因為他講的是那種西部的故事 我們在講台語歌的時候 常常是著重在 比方說久後失憶啊失戀啊什麼 他要講的是你看台灣西部 這麼廣大講台語的人口 他們怎麼過生活的又捕魚的 好傳的那些人 然後他在專輯裡頭 你看這個如果是數位時代是在 你無論如何在網路上都看不出這個感覺來 就是當你拿到實體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西部的整條動線給呈現出來了 真的耶 而且他的這個紙質色 而且這種都要特別開模要切 對 我看到開模就知道很貴 你就是想 哇這要花多少錢才能做 對 而且這剛好跟他的歌曲風格 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你今天在Cakebox跟Spotify 他就算給你的圖 你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看不到那麼細微的 對 所以實體的意義 就是指工設計做實體的意義 還是原來非常強大的存在 我看到宇涵的眼神帶著線幕 就哪一天 老娘也要出一張這樣的創線 是我身體的曲線 是 沒錯 你打開就是宇涵的腰線 對 唱到我的腰就是什麼歌 唱到我的腿是什麼歌 滿好 心動了 蛤 爸爸你怎麼這樣 沒有我只是說這個創意滿好的 對 它真的是限量的嗎 這個好像就是它這張專輯所有版本就是都是這一個 所以這張專輯的成本應該也很驚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多 對實體都有執念的人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而且要有種情懷我覺得 是啊 現在蠻多新人像OZI他發專輯 他們也就是 我就是只有兩千張三千張 我不會再加了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因為只有那個限量所以你很願意花錢去做 嗯 所以今天主要介紹的是這兩張 對 那我們就好奇 韋伯哥呢 呃 刺老的 同世代同世代這樣嗎 好同世代 嗯 那其實我覺得 剛剛大家講過說 黑膠它開始是另外一種文藝復興運動 對 那啦啦練我想這首歌 這個電影大家應該都很熟 而且是很重要的音樂電影 那當時他在出了藍膠唱片的時候 我跟著藍膠 很晶瑩剔透 這個節目是普及的對不對 對 這的確是正確名詞沒錯吧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就 好美喔 大家對於黑膠唱片當然固定就是黑色的想像 其實是蠻多各式各樣的顏色 彩色唱片都有 真的 有紅色黃色 其實你只要加入 就是在製程中改變一些顏色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顏色 因為蠻多國外獨立的人都做了 所以感覺上應該不是特別困難 所以說當然我其實是已經有數位 有買他的數位專輯了 但是他出了這個 而且是在台灣限量的時候 我還是就是 因為他完全就是可以拿出來信要的東西 好好看 就像今天他準備了多久 就是為了今天這一場 我布了這個局 布了五年的意思 對不對你看 對 但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的一個收藏 是是是 對 而且就是他陪伴著孩子長大的時候呢 他們小時候聽過的歌 就跟著這個藍色的膠片 這個藍膠一起 你看是不是你就要直接講才不會卡住啊 就是直接講出來就沒事啊 對 那瑪莉呢 你有怎麼樣的一個CD 因為就像小樹哥說的 就是有時候現在等於是特別的設計 你才會想要把它收下來 那這一張是Hush的最新專輯 那時候我收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想說Hush怎麼開始走這麼世俗路線 我剛剛以為這是他弄那個 要送小贈品嗎 水泥 鋪水泥的鐵 對 然後他其實他的專輯 就是你看起來 他好像全部都是白的 對 就是看不到訊息 對 可是 其實要打開那個燈 那燈一副 他的照片 然後他的歌詞內的文字 欸 這樣就看得出來了喔 對 這樣看得出 拍得起來嗎 可以 就是這樣是白的嘛 然後這樣照上去 你看方序中多假喔 他是從CSI犯罪現場的指紋 透過紫外線燈引來的一個靈感 而且那時候我還有問Hush說 這樣掃你有沒有特別在裡面 偷藏一些裸照或什麼的 就是我掃到會覺得很驚訝 也是彩蛋嘛 結果沒有 蠻端正的一個人 都是一些歌詞 都是很正常的 是是是 好 就是最近我蠻喜歡的一張專輯 都蠻特別的 有年份的 有特色的 然後有設計的 其實在製作人他們找我來的時候 我還準備了一些是更有年份的 但我想說就不要放了 拿出來嘛 對啊 你拿出來 7月7日晴的這種 拿出來 拿出來 那是美夢成真 拿 哇 的電源聲帶之類的 是是是 那沒關係我們直接就跳到宇航 來來來回到他 他現在有點不太能夠參與我們的話題 因為我們現在太老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今天帶兩個專輯 一個是周杰倫的專輯 是哪一張呢 這是哪一張嗎 對啊 怎麼跟我印象中周杰倫第一張桌面 這是我在我爸的櫃子裡面找到的 等一下 小樹哥他第一張不是紅色的嗎 它不是是那個 那是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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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特鞋子 讓我告訴你這不是原版啊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CD 建賞家 小樹哥 但是 要為你準備個白手套嗎 對 那你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 他的稀有性 他的市價可以賣到多少錢 他不是原版的 所以它是什麼 因為以前可能會有慶功版或是 以前應該講就是在遠古年代 那時候常常會有那種 我們就直說了 就是盜版 然後盜版它會 比方說盜版那時候的專輯 比方說它 假設潘岳雲原來的專輯是十首歌 但你在夜市裡頭買到的潘岳雲專輯 可能是二十五首歌 它就把它前兩張專輯全部合併在一起 並且拼了封面 把第一張專輯第二張專輯 甚至是當時的宣傳照都拼在一起 所以就是潘岳雲大補帖這樣 對 但它不會用大補帖 因為大補帖太low 沒辦法賣正版的價錢 那這張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張專輯裡有十七首歌 它是跳專輯尺出來 可是它手中的專輯應該只有十首吧 它就是幫你拼啦 那它拼了它 但它看起來仍然是一張正常的專輯 可是這就不是這麼 你其實你專業DJ一看就知道了啦 但是我就很喜歡把這個梗丟給你 因為我就印象中 周全第一張不是這樣 我就看封體 周潔倫唱過 你老母卡好 什麼 這我自己還有買少女時代的專輯 韓國的那個專輯都會有那個小卡 也就是說為什麼韓國的團都要這麼多人 因為這樣才能玩小卡的遊戲啊 我好期待AKB48 而且唱片公司叫方圓唱片 就是 對 所以 他還有唱快樂鳥日子 就是 所以這張專輯 我其實有點想放來聽耶 對啊 好好奇喔 對啊 這是我在我爸的貴姓 我真的覺得蠻蠻有創意的 你有問過爸爸這張的由來嗎 沒有耶 我跟我爸不熟 回家好好問他一下 你跟你爸不熟 哇 這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哈哈哈哈 所以爸爸可能今天看節目不是想說 你要許我怎麼拿我那張出來這樣子 就當時我30塊買了 偷偷拿出來了 那此外還有另外一張 對 另外一個是孫盛系的那個 好新喔 這個就是正版無遺 我們看到防盜貼紙了 哈哈哈哈 對 這是孫盛系的 那為什麼會 你要把它 因為那時候就是 去跟同學唱KTV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他裡面的一首歌叫 很溫 嗯 對 所以我就去搜尋了他這張專輯是什麼 然後就去買了這一張專輯 喔 OK 對 所以在這個年代的 年輕世代 就去買實體專輯的 我覺得他的意義 可能比我們以前更重大 對 像是我自己 還有買少女時代的 專輯什麼的 因為韓國的那個專輯 都會有那個小卡 嗯 你就會期待說 你這張抽出來的小卡 是哪一個成員的那個 喔 所以這種小卡的誘惑 不管在哪個時代 都可以成立 他是為了增加銷售量吧 沒有 也就是說 為什麼韓國的團 都要這麼多人 因為這樣才能玩小卡的遊戲啊 如果只有一個人玩個頭啊 我好期待AKP48 也玩這個 對 他們有喔 他們包含了在那個 什麼 總決選啊 是啊 這些都是 會跟這些作品 販售連動 所以就是這種 就是你擁有的感覺 是非常重要的 像數位的音樂 算我購買了 它在我的檔案夾裡面 可是它就是沒有一種 真實的擁有感 你們兩個會覺得很可怕嗎 因為像 我之前 比如說我們做節目 有時候方便 然後我就設了一個歌單 然後可能 一年的節目做下來 你有幾百個歌單 是 但有一天 就是我就覺得 我不想續約了 那些歌單全部離我而去 沒有任何 就是不能播 不能看 不能用 這個就是我覺得數位 你其實沒有真的擁有 我們好像租東西的感覺 你每月付的那些錢 都像租東西 因為除了它 除了你 比方說你不續約 那些東西再也不屬於你之外 另外一個是 所有看似都在架上的東西 有一天可能是因為 版權方 不跟這個平台續約了 那歌就會從你的架上消失 你就再也點不到了 對 你過去 對它付出了多少感情 都像個屁一樣 它就是 煙消雲散 對就是一點痕跡都沒有了 就小舒哥這樣 這有算某種程度的 介入 這 大家自己 從這個hyper 到我們另外一集 喔 對 我們也是有超連結的概念 是 本節目的那個 link很強的 所以說 我就在想這件事情 我們放到雲端 是 放到了 放到了數位 對 那 你看我們有些時候看到 外公外婆以前的收藏 很有 味道 味道 對 古早味 是 那我們如果以後都數位 我怎麼樣傳給我的 曾孫玄孫 沒有 所以 你要確保你放的東西不只是 比方說你的雲端 你最好還有一個硬碟備份 然後硬碟備份 怕那個硬碟壞掉 我要再 再買一個硬碟 對 那你為什麼不就好好買一張CD 就好了嗎 就是這樣 其實是 就是當你 比方說你租的是 Spot Bible Cake Box 你最好 因為大部分現在都是 Streaming 所以其實你沒有真的擁有它 你 現在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聽 Streaming 它其實也沒有做數位下載 因為數位下載是另外一筆費用 對 除非你數位下載來 存在硬碟裡頭 或存在你雲端 或存在什麼什麼 那個才算你基本真的擁有它 不然你都只是過眼雲烟而已啊 就像是租房子 你永遠不知道地主什麼時候把它收回去 對你隨時會被 Kick out 出去啊 而且必須要說有些唱片真的 然後要珍藏的價值 因為剛剛小時候會提到版權的問題 有時候你很多要播 以前日本歌 日劇歌 根本找不到 對 那麼清權 尤其像日本對於版權 這麼難清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非常的麻煩 所以這個時候你有CD珍藏 你就是老大 沒錯 你知道在這個數位的時代啊 你一個現在是擔任數位平台的中間 你覺得對你來講是不是好事 應該是好事吧 沒有我覺得數位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發表的作品的狀況裡頭 因為以前可能要發片 你得要達到一個門檻 對 但你現在做數位發行 非常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做 你只要找一個 其實你只要 比方說你自己開了YouTube帳號 或開Speed Voice帳號 你都可以隨時上傳 你基本上就開始出道了 嗯 所以那個基本上不用通過 不用通過任何經紀人 或唱片公司或誰的統一 大家不用為你轉身 你都可以出道 是 你就自己可以做了 對 但是數位的同時 它當然也面臨很多挑戰 因為你可以做別人也可以做 以前可能只有100個人可以做 現在大概有兩億個人可以同時做 所以你如何在這數位往海裡頭 脫穎而出 競爭激烈 對 競爭非常非常激烈 對啊 所以我覺得年輕世代 尤其我剛剛講的 你是那種就是正統派的這種出道 對對對 你是從這樣比賽一路上來的 那個 對 我只是感覺好像含金量更高 是 就是 就起碼保證是比較會唱歌的吧 真的嗎 我好想現場聽他唱 來 你的A面第一首是 對 我的A面第一首是 你是可以隨Cue誰唱的 可以 人家是擺練成鋼好不好 比賽出來的 有多少為他轉身過 是 所以今天你想唱哪一首呢 我唱愛過你好了 好 愛過你 傷了心 連呼吸都沒了力氣 如果這是一種練習 我已經讓我自己孤單的徹底 我放棄你不再聽 一個人去看天影 就連身旁的快樂都不再有反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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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看到封面的時候 有一點點擔心 老實說 他們公司沒有在 擔心哪裡方面 我相信所有在電台工作的人 或媒體工作的人 收到這種專輯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因為真的 發得非常非常的腐爛 就是你會覺得 特別是在這10年 大家都在說唱片景氣不好 可是我們人家說 大家一直發 還是收到 每天都會有一堆 你覺得在一個禮拜 你們都會再收到多少的新CD 很難收到耶 你每天每天打開櫃子 怎麼用滿了 對 然後 因為我都是一個禮拜 才進電台錄音一次 我就拿了一筆 你就一打開門就 然後全部這樣子 我說 然後80%我都不知道是誰 我想說這是誰啊 而且如果連我們 這種算是專業的 第一線工作人員 都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大家會 他真的就是很新 超級新 然後有時候看到封面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是 唱片公司對這個人的 想像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把它弄成這個樣 為什麼 就會開始有點緊張說 你可能在第一時間 這是一個見面的理 你還沒有把它的形象給弄 捏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很困擾 因為可能有五個新人 看起來都很類似 唱的歌也都很類似 是 對 那跟我剛剛聽他唱 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因為你才19歲 就是那個基本的聲音表情 那些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了 就是 包含的轉音 然後音線跟那個 戲的這個足不足 而且我覺得是因為 聲音還很乾淨 很純粹 沒有 它還沒有被這個社會弄壞掉 對 沒有人交換 你說要這樣唱 要弄這個技巧 就是那個花槍還沒有太over 他就連他的這一首歌的MV 都沒有花俏的招式喔 這首歌大概四分鐘 他就對著鏡頭哭了四分鐘 真的 然後唱這首歌 然後點閱率現在是50萬了嗎 對 50萬 天啊 你的眼淚泊到了50萬 可是那時候是真的哭啦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想到家人 然後想到一路走來的 一路走來受盡委屈 對 因為從高中的時候 就一個人上來讀書 真的啊 所以你看了50萬的點擊率 我覺得對一個新人來講 非常的好 對啊 其實滿多的 那你有實際的跟這些粉絲們 就是在實體的見面過嗎 就是面對面 最近一次是在那個 曹晉公園的活動這樣子 你覺得你的粉絲的輪廓 他們的個性是怎麼樣 是文進型還是 我覺得是文進型的 比較就是 悶騷吧 我覺得我自己也算是悶騷的那種類型 所以是怎麼樣的人 會吸引怎麼樣的粉絲 我覺得應該是 所以下次如果很動感 就會吸引動感的粉絲來了 一將一將換 然後就所有粉絲都難刮 對 就通殺 對 對 所以回過頭來 你看啊 不只是台灣 是 韓國他們也有這些 包含在數位科技的發展 或者實體 像防彈少年團 他的實體的 這個專輯賣得非常好 超級 然後呢 你說香港陳怡訊 他一張專輯 可以換 十幾個封面 嗯 那另外一個 隨著科技的進步 韓國也出現了一個數位卡 對不對 數位卡是什麼 我是真的 他是要幹嘛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也是一張專輯 但他不是一個圓盤 嗯 然後 他裡面的歌都在裡面 嗯 那他是支援的Android系統 OK 所以說當這個卡 他就是插到你的這個手機裡面 這歌就會直接進到 你的手機 他就是一個一個 新的一個數位載區 這手機的USB嘛 他是一個新的 新的載體 對 那新的載體 他的這個內容就是原有 而且他的盒子BOX 可能周邊的明星的商品 你說他最愛的小卡都在裡面嗎 之類的 就是他不賣實體專輯 但他仍然保留實體專輯 要賣給你的那些包裝跟小卡跟驚喜跟粉絲的樂趣 但是他用數位專輯進入你的手機裡頭 所以你兩邊都擁有了 而且你不是用串流 你是真的存在你的手機裡頭了 天啊 好會賺喔 對 我覺得你串片公司的立場 是不是他要增加不同的新的消費刺激 我覺得應該說 現在大家對於傳統的串流 因為用得很奇怪 然後大家可能不會再多花別的錢 因為串流一個月就是那樣的錢 那實體CD這個事情已經到的 基本上是谷底了啦 大概也不會更壞了 所以大家得想新的方法來賺錢 然後你叫你買數位下載 這件事情幾乎不可行 因為連iTunes的數位下載都要關掉了 所以他們想出的新招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把粉絲想要的東西 在平常的實體專輯上已經開始下降的銷售 綁回數位的專輯上面 我覺得蠻聰明的 愛唱歌的人會變得很麻煩 會變得很困擾 就是你幾乎沒有齊招可以出 但這個年頭你真的沒辦法只能很會唱歌 台灣的唱片圈 唱片公司是還沒有開始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現在都通常 就把藝人直接推出去賺錢嘛 商演 商演啊 然後或者是廣告代言啊 或者是現場演唱會這些 對 他的商業模式再也不是像以前賣一張30萬50萬的這個銷量 然後唱片靠這個賺錢 可是那個得是非常強大的粉絲力量驅動嘛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有點像是你音樂之外 我一直在要強迫你多買東西 然後多買東西的這個動力一定是 我超級喜歡這一群人 我才願意花這個錢 對啊 像小蘇哥你的那個平台上面 就新人那麼多 然後但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事情都可以新我們注意 也有很多你知道網美然後YouTuber 對 如果我真的只是一個單純愛唱歌的歌手 我到底要怎麼出來 我覺得這個時代單純愛唱歌的人會變得很麻煩 會變得很困擾 就是你幾乎沒有七招可以出 他到底該走哪一條路 沒有制勝的一條保證會成功的路 比如說比方說以前大概你如果唱到85分 基本上出道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很會唱歌 但這個年頭你真的沒辦法只能很會唱歌 如果你沒有其他記憶 比方說你不會寫歌 你沒有其他YouTuber那種怪招 或搞笑能力或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要確保你的85分唱歌能力要提升到95分 就是你一出場嚇死人的那種 那我覺得這年頭你出場要用歌藝嚇死人已經很難了 很難很難 耳朵已經被癢壞掉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出場唱得像Update 大家就會立刻哇 你要到那種等級了我覺得 就變成非常我覺得挑戰太多了 而且現在音樂人的競爭其實不是同輩同期發片的音樂人 是遊戲啊 像遊戲我們滿街都看到手遊廣告 你以前的娛樂的時間 不要說好小生學生下課玩 到你睡覺之前大概三個小時吧 對 三個小時如果你以前可以聽兩張專輯 你現在可能只能聽一張專輯 因為你要去打手遊 你要去Facebook 你要去Twitter 你要去IG 對啊 是啊 那些東西都刮掉時間了 對啊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給只愛唱歌的你一個很絕望的暗示 哈哈哈哈 就是 那那就 沒有 就是你現在85分對不對 請練到95分 哦 你要用95分打敗YouTube的那些怪招 圓夢永遠不晚 圓夢 呃 你要變成 你最好拿到什麼秘籍啦 嗯 或是你認識一個跳板幫助你 還是機率很重要 所以宇涵聽到這裡 你覺得你接下來培養哪一些至聖的招式 我要培養創作 對 寫歌是一個方法 對 然後找到定位 因為大部分剛出來的特別是年輕女孩 都有一個年輕女孩的樣子 可是年輕女孩有很多種樣子 嗯 可是你一定會在比方說19到23歲中間 慢慢找到一個 我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因為 我們比方說瑋伯20歲的時候一定不是長這樣 對那時候是小鮮肉跟偶像 哈哈哈哈 我後悔已問你這個 哈哈哈哈 而且就不想接下去了 他憤而結束話題 是 句點 快點 對 就是接下來 這個時期應該都是大家在找自己的時間 就是我想要哪一個狀態 會讓你最開心 最放心 然後又能夠被記憶 記憶點 然後那個性格慢慢找出來的時候 你的歌迷也很慢慢被你描摸出來 就喔對哪些 我這樣的造型會 我這樣的聲音 或我這樣的歌曲 會吸引到哪些人 那是一個包含了自我探尋的過程 其實很多新人的第一二三張 都是他自己跟歌迷的角力 我覺得做下一張第二張之前 可能要多去小樹哥的辦公室走一走 哈哈哈哈 封面啊歌曲啊 都想說聽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那樣子 沒有你要跟著他們節目去跑簽唱會 叫他們幫他們當主持人 真的 我覺得其實病毒是散播是最快的 我告訴你這個很好聽 你趕快聽聽看 對對對 所以其實唱片圈他正在面臨一個很嚴峻的考驗 動態競爭他變化的很快 然後包含了你自己跟你同輩的 甚至還有前輩後輩 包含你連小樹講的 連電玩都是你的敵人 是啊 所以說其實在未來 包含了創作者 包含了平台 怎麼樣的繼續再發展下去 我覺得可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沒錯 很開心今天小樹跟宇涵來到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們有很多很棒的討論 也希望大家在這個節目的尾聲看完之後 講一下很快的 不管是Facebook IG或是YouTube 都可以搜尋娛樂鄉民 給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Perfect 好 謝謝大家 娛樂鄉民 我們下次見 Bye Bye